佳叔,這條財路賺硬的 想想它吧 錯亂咖啡也夠我吃,沒興趣 佳叔,帶我來 Helen姐,你訂貨 謝謝佳叔,現在真方便 吃的午餐也是拿貨 搞定了 謝謝,再見 豪仔 什麼事? 你有運了,一起玩 謝謝你,不用客氣 佳叔,過來坐 好,你先坐下 什麼好 檢測棒? 是,是一個隱世奇才 達文西博善的發明 我打算買斷他的專利 跟大龍先生合作 在接龍藥業獨家發售 到時候買滿頭紅的 打斷腳也不用擔心了 不過最近的錢周轉不靈 看見你就對了 一起玩,一起賺錢 不過現在的檢測棒 賣到通街通行都是 十元八元都沒人要,哪有錢賺的 這隻不同的 這隻什麼病都會驗到 號稱百毒檢測棒 而且它不是撩鼻、撩嘴 這隻只是撩耳 所以名字我都改了 叫Happy New Year 真是這麼堅強,請試試吧 多舒服 怎麼有顆東西黏在這裡 那塊是你的耳朵 來,我幫你看看顏色 現在是綠色的 綠色就看看顏色表了 綠色就是說你…熱氣、電臂 還有多燃料 什麼?年紀大了,個個都是這樣 那豈不是靈活了 你…一起玩 好,好,那我出… 二十萬? 兩塊水,如果是好的,我再鑑一下 對了,你現在這麼多貨品 給你拿回來試試 什麼?說來我們都是拍檔 這樣也不行? 豪姐,來… 金叔,怎麼樣? A餐,逛街,進去送 好啊 謝謝,來,來 很餓 你怎麼搞的?你吃飯也不等我了 明知道街叔那裡沒有把飯給家人吃 又是你說今天跟別人去談檢測 談一件生意 還說一定會傾成 我就以為你會在宵夜直落慶祝 沒有留到飯送給你 看你的樣子又壞了嗎? 當然不是,我說出來後來有多少人要 不過出去應酬又煙又酒又傷身 我才回家吃而已 真的嗎? 真的嗎?連阿根叔那麼孤寒也扔錢給我 這是正一鐵荷包,他給多少錢? 這些商業秘密不能說 不過一輩子都能取得兄弟了 我這件事是眨眼的 遇上你一份,一起玩 勉勞,不賭視贏錢 喂?達文西博士嗎? 陳先生,你是不是有興趣買我的發明? 是呀… 那就不要拖了 明天你打點錢來簽約吧 不然我就賣給別人了 不要,我明天拿錢來 這麼大的發財機會,就是欠這本 這是什麼呢? 這麼大的龍鳳鴨?還很脆手 別碰了,隊伍是你嫂子的嫁妝 怎麼突然就放在這裡? 保險箱今天到期又加價 就拿出離婚的地方放 行了…我警告你,你別胡思亂想 你嫂子把她當作是命根 這是什麼事? 阿June 金叔 蓄紅上半年一帳,我已經算好了 謝謝你,妹妹最近很忙 所以找到你來幫忙 你看,我買了多少菜? 今天上來我這裡吃飯 謝謝 行了… 你怎麼搞的?撞死馬 對不起,金叔,我幫你收拾 我幫你收拾,你去收拾 捉金龍鳳鴨一隊? 這張是我的,這是你的 我知道了,你一定是等錢拿去投資 拿了家裡的東西去當? 是呀,不是…是…是哥想做投資 他沒錢,就托我拿嫂子 龍鳳鴨去做本 你還不是? 你偷了陳師奶那些龍鳳鴨去當 都說了不是偷 哥哥不想人家知道 所以你們不要說,千萬不要說 陳先生 我沒空跟他聊 好 達文西博士,你好,我籌好錢 明知道,懂得投資 我很欣賞你的伙伙人 我們去簽約 這邊… 我覺得這宗生意很可疑 看來陳師奶對龍鳳鴨要冷水 我這兩塊水就夠冷水了 兩塊水? 甚麼?兩塊水不是錢嗎? 你這個臭小子真是永遠不可疑 連嫂子對龍鳳鴨都偷,你是不是人? 不用這麼勞氣,哥哥 只要今天我和大龍先生談成合作 到時候把眼睛押給嫂子 再多打一對比也行 你真是最好 當然了,我有多說謊 不聊了 你是哪位? 是,永遠不生物科技的CEO 我叫陳永廉 我今天來見大龍先生 和他談談大生意 陳先生,你的樣子好像很熟口臉 是嗎?通常成功人士的樣子 都被人感覺很親切、很熟悉 麻煩你幫我通傳一聲 我替你看看 好 我知道你是打電話來的 但是你約了三個月後才見大龍先生 你早來不行 麻煩你三個月後再上來 我這次的大生意 是關乎整個接龍集團的未來 如果我今天見不到大龍先生 一定是接龍的損失 這麼大的事,我怕你會不會理 其實我也可以幫你通傳一聲 不過大龍先生現在說做一個視像會議 你不介意的話,坐過那邊,等一等 不介意,好,謝謝 我來 大龍先生 陳先生 大龍先生剛出來了 是嗎?他去了哪裡? 我又不太清楚 不過我想他很快就回來 你再等等吧 這條老虎蟹也不能睡 喝了這杯咖啡真的很急 不好意思,我去交水費 大龍先生 大龍先生,你回來了嗎? 是呀,陳先生,不過不好意思 大龍先生現在有個視訟會議 再要開腳,你坐下來再等一等 一直做運動,人比較精神 練得比較少 要,我好快到 大老虎 陳先生,你沒事吧? 你也看到大龍先生走了 他這幾天都不會回來的 不是,我都幫不了你 而且我要下班了 馬兄姊姊,你輕力點,我很痛 你真是…你真是沒用的 痛…你救我痛? 幹什麼?你又弄傷了嗎? 你大哥什麼都告訴我了 他根本沒有去投資 是你自己搭去龍鳳鴉去當 你說吧,我身為你這個舊老闆 有個不忠不孝的舊伙計 你說我是不是心痛嗎? 不是,其實我已經跟哥哥解釋清楚了 總之我看到大龍先生傾成合作 我十倍奉還給他 對了,June 之前你不是說他偷了你 你這條黑魔水晶手鏈的體力震驗 現在大家相信,他平日根本就信不過 一件為一件,我這件生意賺硬的 還是那句話,最重要是看到大龍先生 讓你看到大龍先生又怎麼樣? 對啊,最近大龍先生什麼計劃都不斷 什麼生意都不想做,不見好那件事 為什麼? 事情是這樣的 早前在拍賣會裡 大龍先生搶了雷公的心頭號 氣得雷公乖乖乖乖 所以現在雷公每次都瞪著大龍先生 還當眾拿他來開玩笑 令大龍先生非常生氣 但我看見他很好笑,龍又不像 你傻子,你有錢人 你傻子,不開心就把照片放給他看見 對啊,想想想 我們的計劃都不要交了 要不然見一個死一個,做了都差勢 對啊,接下來華商會的聚餐 雷公做私儀 他一定會每次瞪著大龍先生 令他發火才安心 看來有人都是沒運行的